在法拉盛举行游行集会 4年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上访 22周年 呼吁彻底解体中共 立即结束迫害 同时我们庆贺 3亿7千万中华儿女 退出中共党团队 蒙获亲身与自由 自中共欠国以来 夺走了8千万无辜中华儿女的生命 迫害信仰 剥夺人权 摧毁传统道德 毁灭深层环境 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 罪不容输 同时在海外 在国际社会 中共用无孔孤孤的手段 向美国和全世界渗透 其邪恶影响 以遍及国际社会 全球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媒体 等所有的补域 企图强拉全世界各国民众 背离神 背离传统文化 和道德 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统治人类 最终毁灭人类 毫无疑问 中共政权是世界和平 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共不除 全世界毫无明日可言 22年来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同时 他们在遭受中共 灭绝人性的长度迫害中 包括 许许多的法轮功学员 被活体摘取器官 他们在经受迫害的同时 他们 用行动 在维护 对真善忍的信仰 有实践 大法地址 坚持不限 反迫害的同时 将世界和中国民众 大面积的传播真相 揭露共产邪恶 今天我们可以说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传播迫害 已到彻底的失败 法轮功学员的传播迫害中 走向全球 为危机四复的事件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酒瓶如灯塔 驱散了 生活在共产专制下 亿万民众心中的阴霾 引发滚滚退党途流 引发民众反思中共 与共产主义的邪恶粉丝 与对民众的危害 国际社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共产主义对全世界的危害 香港民众抗共 也喊出了天灭中共 更多人心的觉醒 就是中共暴政 终结之时 2002年贵州平潘县 发现了常治时 上面写着 中国共产党王 据考虾 最近有两亿七千万年的历史 常治时 于是天灭中共 是历史的必然 退党上顺天意 下印明星 帮助华人参退 以及对西人的 打倒中共恶魔增迁 我们所到之处 都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 2020年 中共病毒 引发人类巨大灾难 至今 到4月中 全球病例超过 1亿3千6百万 死亡人数达300万 共产邪恶的扩张 已侵蚀 已使人类处于 极其危险的禁止 在此 众生民大战 政协大战的 历史关键时刻 广传真相 惯罪民众 退出中共 解体中共 与全球善良 与正义的人士一起 彻底解体 磋害众生的 中共恶魔 完成好 坚固我们的 再次 完成好 我们坚固的 无比神圣的使命 还人们一个 和平 安静 繁荣 与美好的 没有共产党 新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亿荣 再次 感谢亿荣 全球对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 现在已经是世界各地